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不说话 忘词了 想什么呢 吴科长是何等淡定从容的 高级职业女性 怎么会忘词呢 她肯定是在想 如何用最简短的句子 切中对方有害 好厉害啊 那她会说什么呢 八百万 居然能有信心到毫无波动 不瞒您说 之前香蕉公司 也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而我给他们的报价是 一千六百万 贵公司 完蛋了 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 咱们又停住了 不会再等我们说吧 高啊 吴科长一下子 就躲回了主动圈 把对手拿捏得死死的 虽然什么都看不懂 但我大为真憨 八百万 为什么 还是这么自信满满 她难道不怕和我们谈崩吗 不行 一千五百万 一分都不能上 等一下 吴科长是在向我们求助吗 想啥呢 那是让我们好好学着点 要放大招了 大招要来了 好期待好期待啊 不是说好的给他们使眼色求助 他们就会帮助我的吗 靠不住啊 八百万 八百万 还是八百万 怎么办 她怎么能做到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为什么完全看不出来她在想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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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四百万 一千三百万 一千万行了吧 八百万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真的以为我们公司西行跟你们联名吗 八 行了 八百就八百 不行